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光之下 劳碌的世上 所得的份 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 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 没有工作 没有谋算 没有知识 也没有智慧 古今中外的伟人 身上都有一个特质 那就是面对责任 梦想 他们不只是要做到而已 更是尽力 也就是今天经文说的 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 比如参加教会的招待服饰 并不只有引导正确地点而已 亲切的微笑 主动询问帮忙 都是尽力的表现 在学校的课业上 不只有在上课时听讲 更要做到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 主动发问 你看出来了吗 尽力就是尽自己所能地把事情做到最好 其实荣神义人就是基督徒最重要的责任 当我们尽力做好当做的事 神会使我们享受到成长的果实 也会成为他人的祝福哦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托付给我责任 使我能从中成长进步 求你给我正确的态度 能尽力去做 并且透过我的付出 带给别人祝福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